马总统的声望持续的低迷 那么台湾智获一个最新的民调 马总统目前的不满意度是冲破了七成 在创下的历史的新高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政府要去砍退休军工教人员的年终未问金 退休的军工教人员人数大约是42万票 那么限制的军工教人员呢 是有80万人左右 所以两个加在一块 就是120万人口 120万人口 20万张票还包括他们的家眷 这票实在是蛮多的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以前蓝军的盟友 现在也要开始各走各的路了 我们来看的是新党主席 韵文明他怎么说的 他说与其勇马反马 不如策马中原 未来新党不再是蓝军的一份子 2014将会全面参选 那我先问你在旁边 看他们现在蓝营的人这样子各走各的路 民进党应该是乐观其成 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而且我们不会偷笑 事实上绿军也有大绿小绿 也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育老选择在这个时候 不再有马 也不再讲繁马 他现在开始测马 他大跳骑马舞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 他到底是要做 而且他很聪明 他讲是2014 因为2014是地方选举 接着地方选举的后职实力 在2016的时候 我相信新党可能在某些区 因为他已经有一些议员的实力 版图已经扩张了 他在某些区会推立委候选人 来跟国民党尬试一下 看你要不要推 搞不好知道会有几席 对 那要重返中央 当然不是推总统 是推立委 光潜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现在新党在台北市议员的部分 包括像宏威在那有三席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看我刚刚讲那个数字 那个票数 的确 预主席是有秀到一些商机 不是 你讲商机 秀到一些那种情节 因为现在很多 包括前段先来上节目的将军们 他们说 以前是含泪投票 现在已经不去投了 不去投的话 那搞不好新党这样各走各的路 是他一种他们希望的寄托 我可不可以 有胆更正 预老一个字 哪一个字 也跟着你们上面看板一个字 请说 就是他讲说 不如策马中原 我觉得应该是 弃马要中原 以前挥鞭子打 希望你马能够往前进 能够带领蓝军 那所以他们甘愿做尾巴党 或者说我们讲的策意 都没有关系 就你不成弃马 跟你搞成这个样子 有入蓝旗 那所以预老说 与其勇马反马 不如策马中原 撤你就不用飞鞭子 已经是弃马了 那想要开出一条 杀出一条血路 虽然新党人家认为是小党 但是也别看这个小党 小而美 小而兼实 除了这个台北市议会之外 三席嘛 这个洪卫跟彦博 还有潘怀中 潘博士 天天在电视上曝光的 另外你知道中立市长做得不错哦 我朋友他们中立人 鲁明哲 你看在地方 这是烟火花了不少 烟火花了不少 撇开烟火不说 我是今天才看到报纸 在之前就对他有耳闻了啦 那就说不要小看新党的价值 那第二个 这是新党 我们讲说第二次出走了 第一次就过去新党连线 从这个国民党出走 这一次呢 已经熬了这么久 多少次新党是雇权 拦大局情况之下 必不吭声嘛 甚至在上次这个总统 这一次啦 总统大选的时候 这个宋主席在闹的时候 新党屹立不摇了 还助这个马一臂之力 可是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是马的问题 所以呢 第二次出走 我觉得时机也选得非常漂亮 那就说 唯一有一个 可能会引起讨论的 就是他把各种颜色加进来 标举得非常清楚 他们是黄旗 但是他们也要广纳什么 这个蓝的 绿的 红的 我觉得就是红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在政党竞争情况之下 这个玉老走在前面 下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党要紧张了 清明党 这两个党 以前都在竞争嘛 因为他的现在目标非常明确清楚 切割很干净 至少他的路线 非常清楚 那这是有符合 这个你过去 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挺新党的那个基层部队 甚至你可以 未来 秉会比现在做大 做大之后 你希望能够 广纳 这个英才 我觉得新党这一步是走出去的